方便問一下你開什麼車嗎 哇 太帥了吧 天天就看到他在發呱 這台車其實就是 RTEN最經典的 2.0 2.0的休旅車 那您的月收入大概落在哪邊 月收是XX1 200以上 大概說是畢業 大概兩年左右應該是 200以上 我們這次來到 竹北某知名科學園區 那這邊什麼樣的職業最多 科技園區一定是工程師 工程師這個職位 對啊 包含假如說像軟體硬體 前端後端工程師在台灣都是非常常見 而且台灣其實很厲害 真的也是世界排名前幾名的啦 真的是台灣至光啦好不好 我們今天就是想要來深入了解一下 他們假如說是什麼樣的職位 大概年收入落在哪邊 不過我覺得年收入可能會有點 比較難啦 對 因為他們可能簽NDA 就是保密協議 可是像以普遍大家了解好了 就是入門的 不要入門 剛入行的工程師可能 3萬4萬5萬 月薪到年收幾百的工程師都有 那其實Range蠻大的 我們會趕快 帶大家來開箱 好 Let's go 我想問一下你的職業是什麼 工程師 技術經理 基層主管這樣 基層主管 所以算是工程師 副理 IC設計業 IC設計業 OK 然後職位就一般工程師 IC設計 I'm an account manager at a company called Verdexcom I've worked here for about 4 months now Oh wow OK So where are you from? Holland Holland Who was? How long have you been here in Taiwan? Almost 3 years now 我是台積電的研發工程師 喔 欸真的 我覺得發現台積電真的很厲害 就是他們直接把他們公司的名字講出來 旁邊問一下你開什麼車嗎? 哇 太帥了吧 對你就看到他在發光 介紹一下這台車 這台車其實就是 RTEN最經典的 2.0 2.0的休旅車 你擁有這台車大概多久 大概一個月 一個月 OK 目前感覺怎麼樣 很爽 福斯啊 福斯的哪一台 Sherron Sherron OK 那時候怎麼會選這台 因為我有三個小孩 七人座比較好使用 IS200 福特庫膏 福特庫膏 OK 當初怎麼會選這個車子 老婆喜歡他 老婆喜歡 老婆選的 看來是個很疼老婆的 陶先生 開VOVO VO X1160 V60 V60 然後旅行車 對 因為我本身會比較喜歡去錄影 後面空間會比較大一點 動動動 所以我就買比較大一點的車 我開我們的PASA 我們的PASA OK 當時怎麼會選這台車 因為我家庭需求 因為我們有一支錄影 就是一般的轎車 了解 有沒有喜歡的 喜好的品牌或車型 我現在是開Lazos 我覺得其實頭三率還蠻好 IS ES OK 前驅 空間很大 對 這台車其實蠻不錯 你真的很謙虛 一直在一般的 駕車一般的 我們結果是一台ES 哈哈哈哈 我現在是Mobile 休旅車 對對對 XC90 60 60 好 然後我目前是開 FocusActive 福特 Fiesta Fiesta 喔那個 小巧玲瓏 對對對 非常的靈活 三菱的Coverhouse B&W B&W 對 我的什麼 沒有家裡的 523i 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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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願意大概就是每個月花多少錢在 不管是車代或是養車上面 四五萬吧 四五萬 每個月四五萬 我沒有車代了 養車的話 大概share下來 一個月應該是五千以內 五千以內 包含假如說保養啦 對對對 保養油錢這樣 應該有差不多十萬吧 我猜 一年啊 一年 一年十萬 等於一個月差不多八千多 這樣這樣 因為我都開車上下班 剛買車沒什麼特別感覺 每個月都貸款而已 就是都是兩萬 現在都是車代而已 大概一萬多 目前的話就是油錢 是 然後還有就是 一些保險 保養保險保養等等 大概十萬塊 一年十萬 差不多 其實也還不錯 還算OK啦 基本上 以市險的話大概兩三萬吧 嗯哼 那油錢的話 一個月大概四五千 如果說一年保養一次 大概也花個一萬多 差不多接近十萬 四萬嗎 四萬 一個月你說一年嗎 一個月你會花到四萬 因為韓 對對對 因為我是現金 所以我沒有貸款 一次保養大概 六千到八千塊 然後半年一次 所以一年保養大概一萬 抓一萬五好了 我保以市大概三萬塊 所以一年大概四萬五 一個月油錢 應該三四千塊而已 因為那個算是我 我接收家人二手 他剛給我的時候問題很多 花很多錢修 光修冷氣應該就花了 三萬有了 三萬以上 身邊的同事 以及主管 他們都大概開什麼車 就開比較 平易近人一點 平易近人 畢竟這是耗材 OK 就是負資產 國產跟進口都有 所以好像沒有局限在 瞭解了解 蠻分散的 OK P&WP 真假的 或許啊 一定的啊 哇 那你印象最深刻的是 開什麼 就是剛剛起來 也是VOVO 也是VOVO 對對對 規見的嗎 一個介紹給你 就是大家可能覺得 VOVO這個品牌 就是不錯安全 高層有人開口去 但一般其實都 國產車比較多 OK 就比較平易近人的 開那個 特斯拉 特斯拉 Model X 也是 特斯拉嘛 看到蘭柏基尼的那個 那個 休旅車 烏龍斯 學長也是開 BMW 420GC 420GC 新款大皮孔 對 兇 主管是開 Tesla的Model Y 其他大部分都是日系車 那您的月收入 大概落在哪邊 月收是XX1 兩百以上 兩百以上 我到 到五百以下 大概碩士畢業 大概兩年左右 應該是 兩百以上 這樣子工作經歷要多久 兩年 兩年多差不多 兩年差不多 第一年大概 兩百內 一百多 我覺得 我 誤錯行 哈哈哈哈 我跟你講 這是我最後一集街坊 我接下來要開始去參加補習班 開始找那個 你是 碩士是什麼樣的科系 也是電子相關 電子相關 好 電子電機 好 看哪個考得上 先去報名補習班 打掉重電 兩年後沒有成功再回來賣車 請你出去 哈哈哈哈 嘿哥 我們今天又是一個 從早拍到晚的一集了 收穫滿滿 貨益良多 晚上8點5分 8點5分 街坊是真的滿辛苦 但是好玩嗎 還是很好玩啦 對啊 因為我也真的 沒有什麼工程師的朋友 不太知道他們的想法是什麼 他今天來 他們沒有實際講一個數字 但是你知道他們真的賺很多 但是也真的很辛苦 他們也是 8點還是很多人 沒錯沒錯 路上還是很多人 而且我們今天會在這邊 就是因為 根據我們的財政部 綜合所得稅的統計 這邊就是全台 超最高 對 十大富人聚落 就是在這裡 年平均收入149.5萬 哇 我們要賣幾台車啊 剛剛有個那個 共存師 他很可愛 他說這邊其實真的 很多的特斯拉 或者是很多寶石街 雙B 剛好都是我們主力商品 他還直接問我們說 要不要直接跟他們 管理會申請一個單位 他裡面就有一個特斯拉嗎 對 這邊有汽車美容 我們現在要怎麼樣 那個 你只要拿著你的 工程師的這個ID 我們直接問車送貼布 買車折10萬 可以嗎 謝謝老闆 三條好禮咧 請你出去 可以感覺的出來啦 真的 工程師在台灣 真的是一個蠻厲害的一個職位 而且其實他們薪水 對真的 有一點 對 印證了大家外界對於他們的揣測 是真的薪水偏高 我們已經驗證了 對 確實是事實啦 對 而且有個不是主管的 也是開 MACAN 然後其實他們開的車都蠻不錯的 你有發覺 學長開的也不差吧 我沒有蛋蛋 我不知道 因為我們坐那個油原車 對 路上其實看到的車 全都新款車啊 對 沒有那種 比較舊的 對啦 因為真的如果是主管的話 他們可能也會看車 就是看你老闆開什麼車子 會吧 不可能現老闆跟你開一個Yaris 真的有一次大哥就看Yaris出門剪頭髮 可以這樣嗎 我這樣問你好了 你覺得為什麼他們會喜歡BOBO 算是安全吧 他們剛才這樣講 然後還有外型 BOBO好像越做越年輕了 對 越來越多年輕人喜歡 對 因為之前想要BOBO 可能就是爸爸用車 好爸爸車 但是現在的話 他真的一直在進化 對 其實我覺得 你說 你先說 我覺得 會選和BOBO跟TESLA 其實真的 蠻務實的 因為他們的理由就是 安全 然後空間 再來就是 外觀的年輕 對 然後再來電動車就是充電 沒錯 就是真的蠻務實 他們不會說 我一定就是要開雙B 要開什麼 當然主管可能 因為他們真的收入蠻不錯 就是保時捷 直接講保時捷 直接上了啊 對 直上保時捷